对 在乌肤年轻12万买的 12万买的 海底青当时它的价格吧 五年前就差不多在5万块钱左右 今天我们说到一位姐姐给我寄过来的手镯 今天刚到了 我们过来拿一下 哈喽 拿一下我快递 哇塞 这个颜色可以啊 来 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白底青的 品质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颜色也很阳哦 我们签售完以后 拿到这眼光去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条手镯颜色还是特别特别阳的 而且它底子它是属于那种白底青的 白底颜色的话它是属于比较亮的那种 看来这个姐姐她的眼光还是蛮不错的 她跟我说是五年前就已经买的了 哇塞 太漂亮了 好好地帮她看一下 肉质还是蛮细腻的呀 诶 好像这里有点点小纹 但是它不是粒啊 没有抠手感 有一条纹 不过的话待会儿我拿到那个室内去给你们看吧 因为现在 资堂光下面它那个小细纹的话 看上去不是很明显 包括我刚刚都差点看不出来了 走吧 我带你们去楼上去看一下 楼上的话比较凉快 来 走 描苟了好了 好热啊 一口气走上了三楼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那一丝纹 因为刚刚在自然光下看上去的话它不是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呢我们到室内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位置 那 看到没有 这条纹的话呢它是贯穿进来的 能不能抓到 可以的 来打个看看你看 而且它这条纹 它是比较长的 内圈外圈它都有啊 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它是比较长的 多少钱买的呢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的话它这个手的确实是蛮漂亮的 但是这个姐姐她跟我说是五年前买的了 那五年前买的话应该价格会很便宜 我打个电话跟她讲一声 这条手镯我收到了 喂姨姐 喂 哎我是 可以说到你好 哎对那个你的手镯我收到了 哦你一直收到了 哎对对对 我是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蛮漂亮的呀你这条手镯可以啊 你五年前买的是吗 嗯对在五五年前十二万买的 十二万买的 对啊 那也 那一段时间我只带了一个时间 然后就放着了 然后最近才拿出来带嘛 然后把自己带不了了 应该是发福了吧 对对因为像手镯的话 性价就挑大 一到两个圈头左右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人嘛他是会发胖的 都是会的都是会的 嗯 你现在是什么 当时没想到都骂 你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 你是想要 呃我帮你顾个架 然后你回去 想要出手是吗 呃我的话是想把这条手镯出了 然后让 就是 自己不知道那个水水行情嘛 然后想让你 寄过去给你看一下 让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才能骂多少钱呢 姐姐我帮你看了一下啊 你这条手镯呢 刚才我看了一下 它是有一条纹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过 有纹吗 我好像没有注意到尾 对啊 你买你买 你母间姐买了 你竟然不知道有一条纹 对啊 因为才带了几次嘛 然后就一直翻转到现在才想起 然后把它拿出来看看 这条纹而且它是 它是属于那种换窗的纹 你知道吗 而且它这条纹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长这条纹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实话吧 而且这条品相呢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上面有点纹 它这条纹的话 它可以影响到这条镯子的一整整体的一个价格 它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但那部身体啊 倒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五年前啊 五年前的话其实说说 翡翠要比咱们现在这个时候要便宜 因为翡翠它一直都在升值的一个状况啊 只能说姐姐你当时五年前你买的这个价位买高了 你买高了 你买高了 12万 确实高 因为当时 当时是我白里青的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 白里青当时它的价格的话 五年前就差不多在一个五万块钱左右 五万到一个六万块钱差不多 你买贵了一倍啊 这件 那你帮我看一下嘛 要不然 帮我看一下市场价格买到五万块钱 好吧 好好好那我再细细帮你看一下吧 嗯 好的 好辛苦你了 好辛苦 不辛苦 你们主要是要能帮得到你们 不辛苦不辛苦 像这条手肘呢 我看了一下它的肉质还是比较细腻的 颜色呢它也是属于比较羊的 而且它的佩戴上手的一个效果也是 特别特别亮 而且像这种白里青的话 现在在市场上的话 它是比较少见的 像呃 如果说你们想要挑一种白里青的话 那种双双的建议的话 就是说呃 预算的话是在一个十万以上 你们去挑一个白里青的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如果说十万以内的话 十万以内的一个白里青的话 它多多少要么有一点点小细纹 要么的话 它就是这种肌体颗粒会比较粗糙一点 如果说你们想要完美的着色的话 今天就在一个十万块以上的一个白里青 会比较好一点 那今天双双的话就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它过腕的翡翠手肘 它需要买一些品质 啊就拿我前面这三个手肘来讲吧 啊 像我前面这三条呢 它的价格都不在一个过腕的 像这两条飘花的 它是三万块钱 然后这一条素条子 嗯 浮着圆条子 肉质是非常的细的 这一条它是两万块钱 唯一条件要给你们讲吧 因为像这两条的话 我就给你们一讲了 因为这两条它是同块料成了下来的 橙色的它是比较破 但是它的种水是一个陆冰 陆冰种水还带消肉瓜 像蓝绿花的一个感觉 橙色也是要辣一点 啊 肉质打增它的一个橙色 总水的话它是打得到的 所以说这一条桌子 这两个糊子的话 它一块三万块钱 它是啊 不贵的 也 也值这个价位啊 三万块钱 是要蓝绿花的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像这种主角色的话 它带上去给人的感觉的话 它就属于那种要清爽 它没有 没有说是很乱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花色呢 它飘的是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薄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条素条子我给你看一下 这条素条子呢 它是 底子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但是它没有颜色 所以说 这种没有颜色的素条子呢 它必须它必须完美啊 也万块钱是吧 所以它必须完美 两瘦的话 它的肉质必须吸引 不能有此粘重粘啊 然后种水的话 它是一个莫密种水的 它也是有 而且这种呢 看到没有 它的一个磷光感呢 种水的话 它是特别特别好的 这种素条子 它这种素条子的话 如果它在没有颜色的情况下 那它是种水 一定要达到它的品质 那么它的这个价格 长得非常好 这个样子 其实像这位姐姐 她的这条手肘呢 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就是它的价格 在五年前满的话 确实是高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的话 关键是这个姐姐她喜欢就好啊 有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 所以你喜欢它了 它就是无价值吧 你要是不喜欢它 即使它再贵 它在你眼里面 它就是一块石头 一分不值 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 你们粉丝们 你们在去买手轴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看好它那条轴子 它里面有没有瑕疵 就包括一些 你要说小细纹 要是有关系 如果说它那条黄很重的话 那就不行 或者说是一些粒啊 那些一些瑕疵啊 一定要去看好了 这种的话 它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 它的一个 轴子的一个价值 知道了吧 好了 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